美国疫情近日出现反弹 累计确诊人数和病亡数字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 多个州新增死亡人数呈现上升趋势 美国疫情反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美国接下来的防疫工作还面临哪些风险 不顾专家警告执意重启经济 不顾病毒传播风险继续竞选集会 这一切暴露美国政治体制哪些弊端 又揭露美式人权怎样的虚伪性 环球视线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报道 敬请收看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视线 我是李彤彤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的情况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目前美国的新冠肺炎的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是超过了220万 累计的死亡病例也接近了12万 同时还有部分州也成为了疫情新的重灾区 那么在这些地方 无论是新增的确诊病例还是死亡病例 攀升的数字和攀升的幅度让人触目惊心 那为什么几个月的时间 美国的疫情防控的效果却这么有限 为什么仍然有大量的美国民众 仍然是面临感染的风险 经济的重启 民众的抗议游行 还有竞选集会的恢复 到底谁才是罪魁祸首呢 疫情的数字背后 又暴露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弊端呢 就这句话题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请来了两位专家 一位是来自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所的副所长苏晓慧女士 您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 吊大明先生您好 欢迎两位 那在节目的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最新的情况 随着全美各州陆续进入重启状态 多州疫情出现反弹 确诊病例数也在持续激增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 目前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28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1万9千例 当地时间21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逼近10万例大关 很多专家表示 作为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 佛罗里达州可能将成为美国新的疫情阵中 更令公众担忧的是 近期佛罗里达将举行大规模总统选举竞选集会 地方卫生部门担心 竞选集会将带来更多的感染风险 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统计显示 俄克拉河马州塔尔萨 21日单日新增病例数再次出现新高 这是塔尔萨第5天单日新增病例数出现新高 目前塔尔萨累计确诊病例已达2349例 而就在20日塔尔萨刚刚举行了总统竞选集会 此外加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也创下了新的记录 2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报告称 该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单日新增4515例 创下新的单日增幅记录 21日亚利桑那州卫生部门称 该州当天新增确诊病例2592例 累计确诊病例达52,390例 在过去14天内 亚利桑那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几乎翻了一倍 一些观察者推测认为 这代表着美国已经度过了疫情的第一波 正在进入第二波 不过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近日表示 最近确诊病例的增加并不是由于更高的检测率 他还指出美国仍处于第一波疫情中 人们的活动可能是近期疫情加重的原因 好那有关于美国方面的最新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连线我们总台的前方的记者徐德志 德志刚才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 就是美国的疫情在近期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我想知道就是在你的一些观察当中 比如说以前的一些重灾区 比如说纽约州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稳定了没有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哪些州又成为了新的重灾区 你的观察是什么 好的 彤彤 那实际上美国的国土面积确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完全是可以进行分区域来讨论的 像是之前 其实美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纽约州在所在的东北部地区 其实到现在为止 整个疫情是趋于平稳甚至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下降 那么在中部的大平原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的中部是属于地广人稀的 所以说病毒传播其实也并不太容易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中部地区的情况也稍微比较好 那现在情况比较糟糕的 实际上是在西部的海岸线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加州 另外就是东南部地区 也就是美国所谓的阳光地带州 那其实特别是在东南部的沿海各州 可以说疫情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抬头 那如果从统计的数字上来看 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 其实在昨天21号 美国的全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案例 是突破了25,000人 而在上周五到周六这两天 是每天都超过了3万人 那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其实上一次出现 单天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超过3万人 已经可以回溯到5月1号了 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半月之前了 那除此之外 像是在美国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有23个州的疫情是出现了抬头 另外有10个州是出现继续平缓的这样子的迹象 另外有27个州是在逐渐的下降 所以说其实现在来看 如果拉一条7天平均的疫情的图 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疫情 是处于第二波的这样子一个爬坡的状态 但是这一次的爬坡 其实跟之前呈现出来的一些比较新的特点 像是美国的媒体就报道说 这一次的疫情 其实很多的青年和壮年人 是成了感染的主力 像是在佛罗里达州 在上周他们有一个统计 感染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他们的平均年纪是在37岁 而在6月7号到13号的这一个礼拜 其实在佛罗里达州 他们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当中 62%都是在45岁以下的青壮年 这也是一个非常呈现的一个比较新的特点 彤彤 好的 谢谢德志 保持在线稍后 我们还会继续来跟你进行联系 刚才德志其实提到了一系列的数字 这个演播室我们有两个数字 想跟调老师来分享一下 也听听您对这个疫情的一个判断 一个就是在过去的一周 美国各地它每日新增的这个确诊病例数 比之前应该是增长了20% 然后说这个美国疾控中心的预测 接下来两周死亡人数能达到14.5万 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数字 所揭示的美国疫情 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 对 从这个数字上看 确实美国目前这个疫情状态 是令人触目惊心 总体来说实际上应该说是 它这个总量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已经是按照前方刚才记者说的 228万的水平 总量确实总量太大 总量大的情况下 导致对于医疗能力的这种压力 对于整个社会层面上控制社交 通知社交距离 控制社区传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另外应该说 从5月1号各个州开始 从所谓的重启经济以来 应该说就是说整体上每天增速不减 2万左右 甚至有3万多的这种情况 虽然上一次出现3万增速是5月1号 但是5月1号以来 基本上是2万左右这个水平 就是让人看不到任何的所谓的拐点 增速不减这种状态 导致这种持续的恶化 另外应该说 我个人感觉恐怕还是多点爆发 虽然现在纽约相对趋缓 但只是说不是说下降 而是出去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 东北部 中西部 南方墨西哥湾区 包括西海岸多点爆发 你看不到哪个地区是所谓的疫情的阵中 是四处都是阵中这个状态 另外其实现在看最为严峻的是 南方的一些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说从5月1号 5月1号是正好那个日子是110万确诊 到6月20号将近是翻一倍 但是比如说佛罗里达 5月1号的时候佛罗里达是3万多 现在已经将近10万 翻了三倍 比如说像德克萨斯这样的州 5月1号的时候大概也是3万左右 到6月20号是11万 将近4倍的状态 即便是现在美国总统在6月20号 进行所谓的竞选集会这个州 俄赫拉河马 5月1号的时候有的3000 现在已经赢1万了 是三倍四倍这样的增长 在南方州 这种情况下导致一个情况 就是确实明显感觉南方各州 成为了明显的这样一个短板 所以让人感觉确实是各个领域 各个这个区域不断的这种 相继的这种出现 确实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失控的状态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美国出现这个疫情多点 这个呈现的一个状态 孙老师能不能解读一下 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南部地区的 或者西南部地区的一些州 或者一些城市 疫情变得这么严重了 当这些地方成为新的阵中的时候 它会对比如说目前全美境内的 这些疫情的防控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首先要说应该说美国西南部 它的这个疫情的形势 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 应该看到的一个总体的形势 是当前全美这个疫情 仍然在一个蔓延的过程中 只不过现在西南部应该说 它的防控压力 是在逐渐的增大的一个过程中 那么刚才我们不管是前方记者 还是刁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东北部现在的一些形势 比如说纽约州 它的感染率已经恢复到了1% 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平衡点 疫情没有在进一步严峻的一种态势 但是同样也没有很大的利好的消息 所以应该说在很多的地方 这个疫情防控的态势 或者是压力还是在存在的 那么现在在这个西南部 包括阿肯萨州 亚印桑那州 什么这一些 有一些的这些地区 应该说我们会看到一些特点 我觉得总的来说 应该说是一些因素 导致的这个西南部 现在压力的增大 比如说这个医疗资源 它的一些相对的短缺 以及在这个西南部的一些州 相关的一些措施的不到位 都会造成这个传染的进一步的发展 比如说亚利桑那州 这个州比如说它在美国 这个在疫情此前 它这个州的医疗资源 就处于一种相对让人担心的状态 也就是说医生的这个配置 本身就不是非常充足的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农村地区 在乡下 那配比是更加的低的 所以现在在出现了疫情的这种情况下 医生的这种到位 以及这个医疗资源的到位 都是现实的问题 那么现在在这个州 病床的占有率已经到了85% 我们都知道这个医疗系统被击穿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 所以大家会看到 防控的这种压力 确实是非常现实的 那在阿肯色州应该可以看到的是 当前应该说是此前一些政策 或者是过于乐观 或者是过于开放 导致现在这个疫情的不断的蔓延 其实在美国各州 逐渐进行封州的过程中 阿肯色州一直是在封州的过程中 走得比较晚的一个州 就一直拒绝封州 那这个共和党作为州长的州 他也认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州长的声称 我不愿意约束民众 这个民众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有他们的生活 要进行经济生产等等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州曾经发生过 比如说宗教活动带来的 大规模的传染 甚至呢这个泳池边开派对 也造成这个大规模的传染等等 我觉得很多的因素 其实都是现在美国国内疫情蔓延 它背后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这种注音 你看现在的美国已经变了 它不像最初疫情爆发的时候 可能是几个重点地区 是重灾区 就像刚才调教师您说的 现在有重灾区的这个以前的重灾区 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明显的改变 然后反而增了很多新的重灾区 那对于美国来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 它接下来的防控的难点 挑战会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挑战呢 其实刚才包括这个苏老师也谈到了 其实应该说南方各州的这个状态 是比较令人这个担忧的 或者说因为这个疫情还要看短板 美国不利 它跟之前东北部的疫情不太一样吗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呢 应该说呢这个南方各州啊 东北部当然就是纽约人口最多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 这个像德克萨斯人口全美第二 佛罗里达也是跟纽约相当的 这样一个人口 这个三四名的这样一个州 而且这些州本身呢 虽然刚才苏老师谈到的 比如说这个医疗条件的有限啊 包括这个 其实应该说这些州 很多都是共和党州啊 他们本身都没有充分进行测试的情况下 他们这个数据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如果真的假使说 认得充分测试的话 可能是更加糟糕 而且另外实际上很多选民 实际上是共和党的选民 我们知道现在看很多研究都显示 控制住这个州的疫情情况 控制住这个州本身 对于防疫抗疫的情况 这个选民本身 如果这是共和党 他就是对于疫情 非常所谓的轻慢 那就导致强行结果 就是疫情本身就这种情况 然后选民还很不 所谓的很不在乎 还是继续的进行 所谓的推动这种经济的从起 经济的这种 这种社会的从起 那导致进一步的加剧 这种疫情的漫温 而且同时 因为南方这个概念非常大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去扩散到 因为各州之间 又没有所谓的这种中断 有没有可能发展到中西部 有没有可能到所谓的加州去 都是很有可能 加州现在控制不住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由连带向导致的 而且我们知道南方很多州 比如和纽约州相比 南方很多州是边境州 对于拉美这样的输出本身 应该说是很令人担忧的 拉美输出反回来又回来 就是反复的这种状态 让人感觉好像 不断是内部的反驳 而且外部的反驳 这种感觉就是很失控的 而且有数据非常有意思 如果按照美国某个县 任何一个县 它人均确诊数字比的话 五月底的数据 令人非常惊奇 天纳西州的一个县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县 德拉斯戴尔 九千多人 感染了一千三百人 百分之十四 为什么 就是因为南方州 就是因为快速的重启 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 盲目的重启 都不知道我这个州 测试能力都不够的情况下 还是重启经济 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 刚才两位已经说了很多 不同的州之间的 一些特殊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 跟大家一起来连线 我们前方的记者徐德志 德志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 一些原因 但是我更想听听 你在前方的一些观察 比如说近期美国国内 的确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些事情 这些因素跟目前疫情 到底有没有关系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美国现在交出了 这样的一份 疫情防控的成绩单 好的 彤彤 那实际上呢 美国的这个白宫呢 是把这个锅呢 是甩给了测试量 那像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就在竞选当中就说 他说因为美国的测试量太大了 所以说呢现在呢 这个数字这么的巨大 他想要在减缓这个测试 以便的压低这个确诊数量 其实这一番说法已经遭到了 包括福奇在内的这个 美国各方的专家学者 可以说是比较强烈的抨击啊 他们认为呢 测试其实只能够说是呢 确定感染者 而不能说呢是增加感染者 其实就我们的观察来讲 美国说到最归根结底的 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感染量会上升呢 主要还是因为人群的聚集的关系 那从两方面呢可以来观察 第一个就是刚才专家们 其实都已经讲到了 就是没有准备的 或者说呢是没有做好万全 这个没有想好的 这个科学的这个重启啊 那其实到现在为止 有一个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到美国50个州 现在只有16个州 目前是有明确的规定 要求大众必须在公共场合呢 佩戴口罩 其中呢就包括我所在的这个纽约 那么我们知道纽约市呢 从今天开始呢 是正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重启当中 但是呢就在上周六的时候 我去这个布鲁克林大桥公园下面的一个公园来看啊 草坪上面坐的人 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没有戴这个口罩的 而且呢也没有遵守这个社交距离 排着队呢排得很近 然后完了之后呢 购买这个食品 外带食品 所以说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 而刚才提到的这些东南部沿海的各个州 也就是现在疫情特别严重的 包括佛罗里达 包括亚利桑那州 其实他们甚至连口罩必须佩戴的这个腰也没有 而且呢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呢各方的都在重启 像是影院呢 就是美国最大的影院连锁集团呢 就表示他们在7月15号呢 将会重开美国的450家影院 一开始的时候呢 也就表示说呢 所有的观影者 你自愿佩戴口罩 如果你不佩戴口罩也是可以进来的 最后呢是引发了争议之后呢 才改了规则 说要求所有的观影者呢 是必须佩戴口罩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社交距离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呢 是要求大家在公共场合保持6英尺 也就是1.8米的社交距离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社交距离 其实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呢 是非常难保持的 那有一个数据 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加尔维斯顿的这个线呢 其实他们做了一个这个数据分析啊 根据这个人们的手机移动数据 发现只有7%的人 是真的保持了社交距离的 而且呢就在昨天一天 在德克萨斯州呢就有12间酒吧 因为说是违反这个社交安全的这个规定呢 被吊销了这个营业执照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大选季的来临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选举活动 如果开始之后呢 会出现大量的这个造势活动 而且这些造势活动当中呢 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会出现在室内 而且呢为了显示出人很多呢 其实很多人呢都不会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而且呢从这个在塔尔斯拉的这个这个活动来看呢 也没有很多人呢是佩戴口罩的 因此呢在这样子的群聚活动的情况下面呢 特别是如果出现在了南部 刚才提到这些疫情 仍然在上升比较严重的州的时候呢 可能会引发新一步的疫情 彤彤 好的谢谢德志 从前方的这个观察 我们要跟这个两位再来聊一聊 就是首先问一下苏老师 重启经济和疫情防控 曾经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现在这个挑战依然存在吗 确实应该说呢 我们也谈论过很多次 重启经济和这个抗疫之间 它要保持一个平衡的问题 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 在美国国内 尤其是在这个联邦政府的层面 应该说呢 是一边倒的这个压向经济重启 而并没有更多的关注疫情的防控 所以现在呢 美国国内的疫情呢 应该说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而这种叠加的效应呢 是这个美国政府不可承受之重 此前呢就有专家呢 警告政府 如果呢急于重启的话 那么它带来的这个病毒的反弹 可能会比这个此前更谨慎的 这个进行的防控 而不急于重启 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的 这种损伤是更大的 但是呢这样的警告呢 在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耳中呢 就是这个耳旁风 过去了就过去了 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这种 更多的感染的现象 以及这个病毒反扑的这个现象 那现在呢 应该说这个带病重启 它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效应 仍然在一个发酵的过程中 首先呢 我觉得应该说 带病重启的过程中 本身能够进行有效的疫情防控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感染的基数 如此大的一个背景之下 要想呢 尽可能的来维持这种平衡 或者是连这个平衡也不维持 那对于疫情的防控 不会产生更多的 这种积极的效应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对于这个 美国的政府来说 他们在这个带病重启的过程中 也注意到 应该说很多的时候 在这个具体操作的层面 比如说刚才记者提到的 一些酒吧餐馆 它在具体实施的时候 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么比如说这个纽约州 现在就接到了这个2.5万个 针对这个企业重启过程中 违规的这种投诉 这仅仅是投诉 还不包括一些其他 没有发现的现象 所以呢 这种带病的重启 这种后果 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赵老师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短片当中 也提到就是近期 美国也有这个政治竞选集会 和大选有关的 像这样的集会大规模的 而且是在防疫过程当中 首次重启的 这样的对于疫情防控 有多大的影响 应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我们知道事实上呢 这个大型集会的传统集会 要在室内进行 而且我们看到6月20号 美国总统进行这个集会 本身这个会场里面 就算是有 不像他说的这么多人 但是也有几千人的状态 而且现场其实是没有人 戴有有效的这种口罩 这种防护设备 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 这种疫情的这种失控 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而且应该说 他选择这种 两党选择的这种情况 其实民主党现在看 恐怕很难去效仿共和党 这样大型的这种造势活动 但是即便如此 共和党如果持续这么做的话 他可能选择的州 恰恰是那些盲目重启的州 恰恰现在看 那些南方这些 相对来说 可能疫情比较严峻的州 现在还不就是火上浇油 同时我们知道 这些造势活动里面 政治人物反复的 比如现在美国总统 反复的告诉选民 所谓的疫情控制住了 然后所谓的疫情 现在看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等等 反复给逾民 愚弄逾民 让逾民感觉好像 仍旧无所谓 仍旧轻慢 同时又加剧这样一种态势 所以这样看的话 恐怕这种竞选活动 应该说会导致更加恶化 更加不确定的这些因素 我还看到一个观点 说现在美国的一些 决策的事物 其实都是跟美国政治 体制的弊端有关的 苏老师最后听听您的观点 确实我们会看到 当政治力優先的时候 一定会忽视 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那么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 应该说在抗疫的问题上 正在越走越偏 包括刚才记者所提到的 在检测能力的问题上 现在甚至声称 检测能力过度 或者是因为检测过多 所以带来这种 确诊人数的增加 等等一切的甩锅 其实都反映出的是一种失职 好的 那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次感谢两位 分享你们的观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美国的疫情 目前面临的形势 依然非常的严峻 从不顾实际情况 给予重启经济 到为了竞选 不惜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 美国的每一次失误的决策 背后都是政治体制 弊端惹的火 如果美国不正视问题 不尽早地撕下 人权卫视的虚伪的面具 恐怕美国未来的 疫情防控之路 还会走得更加的艰难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的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明天再见